慶祝農曆新年 圍爐吃年夜飯 而平常問正忙碌的議員們 手藝又是如何呢 民眾黨議員直接來PK廚藝 不只要在預算內採買 還得設計出和龍有關的料理 再有潛力為無心營評分 而為了討評審歡心 大家各個早進腦汁 民眾黨議員們來到南門市場 不是要考察 而是要進行料理大對決 真的就這樣而已 無法怎麼買 但主辦單位超極限 賣菜金最多也只有不到600塊 得做出一道和龍有關的年菜料理 請老闆娘教我要怎麼樣 在那一攤把菜做完 那一百塊還可以 拿點60塊就好了 好吧 好 謝謝 偷找老闆求救食譜 有的拜託多給一點 但料理才是考驗的開始 可是我的魚毀了 雲一番面簡直災難 還好多準備了一條 這是評審吳欣營也登場 我這裡珍財 我們剛剛有錢 所以這裡鍋裡面有 太好 為了獲得青睞 大家真的卯足全力 你是媽媽一定會喜歡這種 卡媽寶寇 你知道耶 對 超級Q 當屁員這麼辛苦到處跑 你有時間煮菜 你的手藝看起來不錯 很專業 你才會很像UVERE上來 有烏龍麵 龍蝦沙拉 愉悅龍門香煎黃魚 但是這香菇雞湯和乾煎昂菇 真的讓人一頭霧水 有蛤蜊他叫龍 然後所以我們就在說 蛤 龍中來 對 名字勉強和龍年掛上邊 但沒想到結果出乎意料 我們就輸給一個不換做菜的人 很棒 Oh my god 只要我們不放棄 我們一定會成功 料理新手陳世軒 獲得仲華一番 廚藝PK賽第一名 跌破大家眼鏡 最後當然也要送上新年祝福 祝大家新年愉快 後文都來了 謝謝大家 接下來黃黎明紅腿報導